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 注意 这一回不是演习 辛普森一家忙着布置屋子 装裂圣诞树 乃嘴马吉负责缩玻璃球卖萌 马吉串掉坠时 向孩子们讲起了 有关一家之主 红莫的圣诞故事 众所周知 这类故事少不了爱 堕落与救赎 嗯 还有密室 故事发生在六年前 那是一个神奇的时间段 奥斯卡奖又搬给了金钱与势力 汤姆布拉迪赢了超级万 好些明星未说蠢话公开道歉 虽然这是娱乐圈保留节目 但这群人扎堆犯病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 是不是一起开营趴时臭大了 当时马吉和侯莫正前往办公室 圣诞派对 出发前 马吉再三告诫老公 千万别在派对上喝酒 因为他老是喝醉的发酒疯 在公众场合又人现眼 侯莫拍着脑毛表示 没问题 他今晚只喝苏大水 马吉安慰他说 喝水有一身先健康 侯莫马上打开水龙头 放岩浆打他的脸 不能喝酒的日子 水是火热啊 人们在这位孤僻的春天阵复工的注视下 吃吃喝喝聊天跳舞 派对气氛还算活跃 莱尼喝醉了调戏马吉 要他给自己做马杀鸡 侯莫听得火冒三丈 以前他自己也喝醉了 这些酒后胡话不会在意 但他现在是清醒状态 越听火气就越大 朋友们在侯莫不喝酒 觉得他缺少了灵魂 于是故意整骨他 把汽水挂了里换成威士忌 马吉不太理解 所有员工都在happy 那谁去看管核电站 莱尼表示 不用担心 这一工作狗都能干 要是出了状况 狗会按警报 狗表示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们是真的狗 员工们在各种核标志上 胡乱涂鸦 红沫看着乐子猛喝汽水 结果一罐下毒 居然飘飘燃起来 伯恩斯和史密斯 装扮成圣诞老人和驯鹿 准备与民同乐 伯恩斯刚看完一部老电影 生活多美好 非常崇拜里面那个 破坏平安夜的 阴险资本家 于是决定置剪偶像 给大伙撒一场超票语 员工们嘴都笑歪歪了 捡钱捡得不亦乐乎 这时按照伯恩斯的剧本 大家应该唱赞美他的歌 把他当成上帝铁 不想人群装 忽然冒出一个地中海 醉醺醺地唱着 伯恩斯是个千年老乌龟 万年活王吧 他贪财令色铁公鸡 卑鄙无耻不要脸 伯恩斯勃然大怒 直接关门放狗 一群训练有素的圣诞猎犬 冲进派对贱人就咬 一场好好的聚会 毁于一旦 红沫还忙着 往裤腰袋里塞救虾 马鸡气得鼻子都歪了 拖着老公打车回家 红沫无故地表示 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马鸡冷坑一声道 没什么 不过是某人又喝多了 开始出谣抢 我早就习惯了 马鸡痛定思痛 狠下心来表示 红沫如果不能洗心革面 就别想再进家门 这一大半夜的 街上冷风吹得心凉凉 红沫有家不能回 只好叫了一辆 优步烧行专车 在城里慢慢绕圈开 可惜顺德节涨价 网约车他也不敢坐多久 长夜难挨 这怎么办呢 红沫苦巴巴的 寻找收留之处 保留球馆 别人半夜要打烟 溜冰场 别人不收混子 哪怕睡在运动场里 也会被城管轰走 教堂也不愿为 红沫这种 连圣经都背不出来的人 提供庇护 话说大兄弟 你就不能去找进旅馆 牧师将红沫扫地出门前 好心提醒他 这上有一个人 会无条件地收留任何人 流浪汉 流浪狗 这只风里的塑料袋 没错 那个人就是模范好邻居内德 红沫可没少欺负内德 这时候着脸皮上门 话还没说出口 内德就表示 不用多说 赶紧进入上考 该脱鞋脱鞋 该烤脚烤脚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休有客气 内德的媳妇莫德正在怀孕 挺着个大肚子 眼看又到临产期 他对丈夫这种 无条件帮助别人 完全不顾自己家 过得好不好的态度 颇有些不满 平时也就算了 他眼看就快生了 还在搞这些幺蛾子 能不能在爱邻居前 先挨挨自己这个妻子 内德表示 别人可以不包 红沫我们不可呀 你看他这张脸 想不想耶稣 莫德大怒道 你看谁都算耶稣 内德完全听不进去 莫德让他把红沫带去男人窝 这是内德为了更便捷地收留外人 专门布置书的客房 里面有各种男人喜欢的东西 就囚服 电视等等 WiFi密码是 地狱最后烧 偷偷藏了很多宗教元素 且都潜移默化的传教 莫德半夜里睡得正香 忽然听见楼下有动静 他下楼一瞧 好肥的一只大号子 红沫偷偷把别人家 准备的圣诞火腿吃了 当客人这么不老实 莫德越发看红沫不爽了 与此同时 马就望着窗外的大雪 把老公小弟出门后 他就心事重重 睡不着觉 亚伯安慰他 做得对 对不这小子就该中全出击 惩罚惩罚 还是他妈的惩罚 这就是亚伯教育 红沫的核心理念 马其常谈一声 说他这不是一时兴起 实在是红沫 让自己失望太多次了 多年来的怨气 累积在一起 终于爆发了而已 马其还说 老头子可能无法理解 自己的心情 毕竟他只是暂时住在这个家里 红沫以为老爸 准备好春天养老院 并决定遵照广告 雨上的做法 入院为安 缅怀世再来 另一边 红沫在男人窝 沉沉反省睡不着 吃饱喝足后 撕虾之情愈发强烈 回不了家的男人 没有马其和孩子们在身边 他的生活就好像 吃方便面没调料包 索然无味 巴特和丽莎 得知老爸不回家后 反而兴奋起来 小孩子就这样 只要大人不在家 他们就很快乐 马其松了一口气 只要孩子们不苦思乱想 他就能放心的 留饭红沫了 转天一家三口去逛商场 巴特想给老爸买圣诞礼物 马其为难的说 咱们必须度过 人生中第一个 没有爸爸的圣诞节 推销员见缝插针的 叫索巴特 说花钱等于爱 只有买买买的父母 才是好父母 马其暗叹一声 以往这种时候 鸿莫肯定会用一番妙语 怼走推销员 可惜他不在 另一边 内德一家围坐在餐桌上 坐着餐前祈祷 鸿莫被逼 念着自己的导词 忍不住又开始满嘴跑火车 说内德虽然人很好 但是蠢得像头驴 内德听把呵呵一笑 也不放在心上 莫德可忍不了了 他说 这种王恩赋义 又没礼貌的家伙 不哄出去 更大合适 内德盲用基督徒的 博爱及时开枣老婆 莫德趁着老公去添饭时 瞪着红莫骂道 给我滚出去 红莫叫他拔腿就跑 又走到了迷茫的街上 看来只有老莫酒吧 是他最后的归宿 老莫得知了 这位酒客的苦衷后 给他出了个主意 红莫家的车库上 不是有个小房间吗 他可以躲在那里 红莫眼还热泪 钻进了车库阁楼 虽然这里空空如也 至少离家最近 还能从通风管道里 听到家人的声音 六年前的平安夜 红莫就是在这种 近况中度过的 在老莫的帮助下 他把阁楼装销得像模像样 圣诞树 咖啡和平板 足以把这里营造成安乐窝 虽然孤单一生 但他还有蜘蛛招牢老鼠作伴 生活也不算无聊 朋友们得知了他的近况后 纷纷打电话来嘲笑他 说他现在过上了 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 不用上班不用干活 红莫苦笑一声 回家回家 这儿子的分量 只有中年男人能懂 一帮转车王老鼠躲个啥 回家的机会终于出现 红莫从通风管道里 听到了家人们在聊他的事 丽莎想退掉所有圣诞礼物 这求爸爸能回家 嗯 真是贴心小棉袄 巴特表示 他要双倍礼物 这求爸爸毕业回家 如今混小的的话 都变得这一般的情景 红莫表示 他也同意红莫回家 但他必须做一件事 证明自己忍受的一切 都是有意义的 开往家庭会议后 信不森一家 前去参加教堂弥萨 红莫想着红莫的那番话 忽然有了灵感 他甚至家里没人 偷偷回家 去做一份圣诞烤饼干 不就能讨得 红莫欢心吗 红莫说干就干 然后不出所料的 厨房里闹了火灾 他忙得焦头烂额 不仅没有做出烤饼干 还把厨房给毁了 红莫仰天长叹 看来 马基这辈子 不会原谅他了 圣诞节的袭击在哪里 快来救救他呀 女性家忽然传来 孕妇的惨叫声 红莫赶忙冲过去查看 原来莫德突然要生了 不巧的是 内德跑出去 给穷人们 捐圣诞火机 莫德大骂 老公是自私的王八蛋 这时 现实版好邻居 红莫闪亮登场 依靠谷歌的神秘力量 他成功完成了 难解的奇迹 马基很为丈夫自豪 夸他英勇又正直 能干又无畏 因为这件事 内德将小儿子 托德的中间名 取为侯莫 因为相似的原因 马基的中间名是莱尼 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以上就是 新普森一家 第32集 16集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草宁宁一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 关注和支持 谢谢视频 我们再见